穿着绿色上衣短发的两岁女童 独自在广东这家卖场里玩耍 这时一名男子牵着儿子经过 而就在女童伸出手 打算摸一下小男孩时 男子一把抱起儿子 跟着一脚把女童踹飞 消失在画面里 剃头男子装没事 带着自己的孩子迅速离开 但女童家人越想越不对劲 请外场调出监视器画面 才让男子的恶行曝了光 随即带女童上医院验伤 并报警处理 则刑经过检查 除了额头瘀青和擦伤外 并无其他内伤 女童母亲表示 孩子只是想和男孩玩 却换来一脚飞踢 而这段影片曝光后 也引起大陆网友踏伐 目前广东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记者综合报道